吉斯卡岛 在二战中,日本和美国却围绕着这个岛屿展开了数次争夺,但结果却让人啼笑皆非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吉斯卡岛地图一,日本出兵占领吉斯卡岛和阿图岛。虽然吉斯卡岛和阿图岛是不毛之地,不适合人类居住。 但日本人在中土岛战争期间,认为这两个岛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,一来可以扼住白领海峡出口,二来可以破坏美军在岛上修建的军事设施,防止美军飞机从这里起飞,轰炸日本本土。三来还可以为进攻中土岛做掩护,达到混淆美军视线的目的。 1942年6月7日,日本一支大约1300人的陆战队,登上了美国人不设防的吉斯卡岛和阿图岛,兵不屑任地占领了这两个岛屿。 用日本人的话来说,就像演习一样轻松,虽然在其后的中土岛战役中,日本遭遇惨败,损失了四艘航母,但好歹也算占领了美国的两个岛屿。 这可是美国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以来,唯一的一次国土沦陷。 其后,日本派出2000人驻守吉斯卡岛,将阿图岛的兵力增至6000人,决心死守这两个岛屿,给美国留下一个永久的伤疤,阿图岛战役二,惨烈的阿图岛之战。 美国人认为,虽然吉斯卡岛和阿图岛是从俄国人手里买来的,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具有任何战略价值。 但这两个岛屿毕竟是美国人的领土,就这样白白地让日本人占去,世界老大颜面核存。 因此,美国发誓要把他们夺回来。 1943年5月11日,阿图岛战役打响,美军投入了相当于敌人5倍的兵力,达到了1.1万人,对日本形成了压倒性优势。 但他们却在收复阿图岛的过程中,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。 首先是来自气温和大雾的威胁。 岛上接近冰点的气温,让美军士兵大多数冻伤,手脚僵硬,根本拉不动枪栓。 浓浓的大雾还让美军找不到北,原地转圈,甚至发生了物伤的现象。 其次是不利的地形。 岛上属于冻土地带,正处于逐步融化的季节,到处一片沼泽,士兵们不得不费力地拖着沉重的火炮前进。 有些士兵刚刚把攻势挖好,一跳进去后,里面的冻土层就融化了,攻势坑里进了半坑冰水。 日本兵处于岛屿的制高点,美国人必须在接40度的斜面,向上发起冲锋。 再次是面对日本人的遇碎战法。 面对美军的进攻,日本人发封丝的还击,甚至在受伤后也绝不退却。 战至最后,日本兵全体遇碎,只剩下27个自杀未遂者,和一个逃跑者。 但这个逃跑的日本兵,因大雾迷了路,最后又自动钻进了美军的包围圈里。 战争持续了三周,美军虽然最后还是拿下了阿图岛,但同样损失惨。 众,阵亡549人,冻伤数千人,失踪一百多人。 初九的日本舰艇,突取其一三,诡异的基斯卡岛之战。 正因为阿图岛战役太过惨烈,美军吸取了教训,不再强攻基斯卡岛, 而是切断日军的外围补给,建立封锁线,企图将日军困死在岛上。 同时,依靠水面舰艇和飞机,不断地向岛上倾泻炸弹,打击日军的有生力量。 日军在阿图岛的全体遇碎,让日本举国震惊,他们认为,固守基斯卡岛已经毫无意义,决定刺机撤离。 1943年6月,日本人用潜艇秘密,救出了岛上800名伤员。 但在第二次救援时,非美军发现,不但没能救出一个人,反而白白损失了三艘潜艇。 剩下的日本兵,只好在冰天雪地和入浴炮弹中,饥寒交迫地等待救援。 在水下救援计划失败后,日本人决定利用大雾天气,实施水面救援。 这次,他们派出了有丰富经验的牧村仓服,担任救援舰艇指挥官,着手开始水面撤退。 这个牧村仓服,曾经参加过关东大地震的救援,也曾在比斯迈海战役中,差点葬身大海,兼具睿智和经验。 在第一次的救援途中,牧村仓服带领第一水雷战队,在大雾的掩护下,偷偷地驶向基斯卡岛。 但牧村仓服还没能走出多远,农物就逐渐散去,他只好命令船队返回待命。 7月22日,不甘心的牧村仓服,组织了第二次救援行动。 但美军的空中侦察机,还是发现了他的舰队,随机报告给了美军封锁基斯卡岛的部队。 但美军飞行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,他将牧村仓服舰队的位置报错了。 美军舰队浩浩荡的开覆错误的拦截地点后,居然用雷达发现了大量不明回波。 美军舰队在飞机的支援下,对这个地点展开了狂轰烂炸,之后,雷达上的不明回波消失了,美军得胜返回。 牧村仓服聚照牧村仓服,此时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消灭了,正按照预定线路,急速赶往基斯卡岛。 而美军的舰队也正返回港口不及,暂时取消了对基斯卡岛的封锁。 就这样阴差阳错,当牧村仓服赶到基斯卡岛时,美军已经没有了防守力量。 于是,日本人在不到一个小时内,丢弃了所有轻重武器,买好地雷,将水雷悉数扔进海中,完成了全部五千多人的撤离。 8月1日,等到美军补给完毕,返回封锁线后,又对基斯卡岛进行了半个月的狂轰烂炸,于8月15日登岛。 在登陆基斯卡岛过程中,一艘美军舰艇还触爆了日本人丢弃的水雷,造成70人死亡。 同时,由于岛上大雾弥漫,发生了误伤24人的惨剧。 在岛上,美军遇到的唯一抵抗,就是日本人遇埋的地雷。 此一,美军共死亡122人,失踪198人。 在登上岛后,还发生了一件优趣的事。 美军在岛上发现了一个写着属于病人隔离所的木牌。 为此,美军还紧急调来疫苗,为全体美军注射。 事后,证明这不过是日军的恶作剧而已。 据说,美军还在岛上发现了三条狗。 参考资料,基斯卡道战役、阿图岛战役。 克林桀啊! 使你背后点差距了一片段去。 在岛上贴,阿围岛战役,即是ó迟石。 这不过是一片段路,基斯卡道战役。 这不过是一片段路。 银沾链断的真正业。